好 觀眾 再來關心到在立法院最新 總統賴清德將在五二零就職 而他會不會來到立法院進行 國情報告會是以哪一種形式呢 將在今天立法院可能透過討論之後 進行表決 而民進黨呢是希望進入到朝野協商的階段 不過呢在今天 國民黨團總召傅崑奇也釋出善意 來聽一下藍綠黨團總召最新說法 這也不可能嘛 總統他基本上不是一樣 總統是任命行政院長來做 任命行政院長來面對立法院備詢 你哪有憲法上規定總統來備詢的 憲法規定很清楚 憲法徵求條件總統任命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來做施政報告備詢 多跟國會來溝通 相信未來對於國家整體的發展 都有正面的效益 那對於賴總統來到立法院 用什麼樣的形式來做國情報告 並被相關的尋打 我們再一次的表達 國民黨都會尊重 都會尊重以理相待 也希望呢賴總統能夠安心 放心的走進立法院 畢竟這也是毀娘家 希望呢 好可以聽到的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視表示說 其實依照憲法總統就是來進行 國情報告 而他也任命了行政院長 所以呢都是由行政院長來進行背勳 而另外呢 共產黨團總召傅昆奇 在今天也表達了善意 他提到了不論哪一種形式都尊重 希望賴清德可以放心的踏進立法院 而這就是他毀娘家的感覺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將時間盡頭 將會給紅淚直播 將會給紅淚直播 好可憐 好可憐 好可憐